我们稍微放慢一下节奏,这节课可能只说一个理,为什么呢? 因为仁义理之心,理在中间,这是如,而道呢,人是中间,所以孔子先强调人。 这个道与德一个本一个用,但是这个德又表现在各种方面,怎么去运用呢? 那么孔子说,从人开始,但是这个都是降级了,由空变成有,越来越有,看似很实,实际上就骗了。 哎,没办法,社会整个的趋势就这样,人性多了,从孔子来讲,那个时候强调人,所以已经不知道了,没有得了。 怎么得呢?就人吧。 然后,孔子异,这个异啊,讲异气,尤其年轻的,异气风发,虽然不是这个异,但也通。 但是过于讲异气,就不好了。 太过于相承。 然后呢,对外,实际上对内也需要了。 你越亲近的人,对他反而越没礼貌,你就很奇怪。 这就是习惯了。 相对的可以,不要客套,但是过渡了,也不行。 这就是习惯了。 我们永远,对这种事情,还心存,感觉到很尊重,很值得崇尚。 说理多,人不怪。 但是又说理多必诈。 你要小心,他这个理,是出于本心的吗? 还是为了他自己表现出来的吗? 还是很肤浅的,什么都不懂的。 你看外国人,好像说这个英国,比如说绅士,风度,那看似什么女士悠闲。 实际上,中国总是男人在前面走。 你说不对吗?男人是引路的呀。 那个小兵才开刀的呀,那是不是尊重女性? 你说男左女右怎么? 那左边为羊是不是大呢? 那中国人他总是靠右行走嘛。 那左边就是马路啊。 你要保护女性啊,让她更安全一点。 这才叫男女平等,男女有别。 你要真的搞清楚这个。 那动不动强调平等? 那动不动强调平等? 家里来一只老鼠,一人抓一个吗? 那男人干什么用呢? 那平等吗? 那性别本来就是有别的吗? 就是这个别子。 就不同,生理结构都不同。 然后这个离,又从这个离。 那很讲道理。 作为中道啊,中间这个。 但过于讲道理也不行。 那有讲理的地方。 那这个相对的公共场合。 你搞得严重的时候,你要讲法的。 情理法。 那家要讲情啊。 你看上层人,都中这个情子。 也不是讲上层。 真正有的人,这个男女啊。 或者是家庭亲情,爱情有情。 那种情的人,他就很高尚。 他要人分三六九。 有一句话, 行不上,大夫留下数人。 现代人老认为就平等。 人生来就不平等,三六九。 儒家讲的就是, 伦理道德,尊卑不同啊。 那你生来就这个条件怎么办? 你修来就这么多。 你会发现事实也是如此。 那上层人,要么通过钱, 要么通过关系,怎么样? 他就没有说什么太多情话。 那下层人,你有的, 就没法对他太好。